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玛 今天所带来的是印度超人的第三部 这部电影的前作讲述的是 男主角郑一哥拯救他的爸爸眼镜叔的故事 眼镜叔早年是个智力残障的男孩 有天偶然接触到了外星人 被变成了天才 成年后他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但公司老板举心叵测 把眼镜叔控制了起来 许多年过去后 郑一哥长大成人 发现自己有了超越常人的体能 于是在一番历险之后 打败反派救出了父亲 也追到了心仪的女朋友 不过这两部中 女友的存在感都非常薄弱 本片刚开始的时候 眼镜叔就展示了自己的科学能力 把阳光折射到一个棱镜上面 又把反光折射到了一盆死去的植物上 植物随后慢慢开始复活 但阳光的能量太强 紧接着就把植物炸成了碎片 眼镜叔准备改天加装一个过滤器 过滤掉过强的能量 紧接着郑一哥也展现了自己的运动能力 他从新闻中知道有架飞机失事 就换上了标志型的黑衣 飞到空中 扛住了飞机前轮 帮助他安全降落了 后来危机又一次出现了 非洲某个国家大规模爆发了病毒 转眼就感染了60%的人口 被感染的人会变得面目全非 痛苦的死去 人们把解药研发的希望寄托在了眼镜叔身上 但他同样一筹莫展 因为这种病毒其实是反派邪恶哥 人为言之的 邪恶哥从小就只有两只手指可以活动 但他只用这两个手指就可以隔空遗物 他知道自己的体质特殊 就用自己的DNA和各种动物重组 造出了各种具有怪异功能的爪牙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 他用自己的血液研发出了病毒 散播到了非洲国家 等到人们彻底绝望时 在以医药公司的身份 兜售解药获得了无法想象的暴力 在非洲赚够了钱之后 邪恶哥又盯上了印度 他派手下利用各自的手段 把病毒散播到了城市各处 转眼疫情就传播开来 导致了无数人死亡 郑义哥看在眼里却毫无办法 后来眼镜叔突然发现 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受到了感染 但自己和郑义哥却安然无恙 一定是他们血液里面有的抗体 于是利用他们的抗体 完成了解药的研发 郑义哥趁夜把解药散播到了城市各处 治好了市民 后来邪恶哥知道 解药是由眼镜叔研制的之后 就派出手下想劫持他 这时候郑义哥及时赶到 和反派们打了起来 不久后警察赶了过来 两方人都散去了 但郑义哥不知道的是 邪恶哥手下有个变身妹 可以随意化成任何人的样子 打斗当晚 他们就劫持走了郑义哥的女友 然后让变身妹伪装成了他 接下来几天里 变身妹一直跟郑义哥生活出行 慢慢的被他的人格打动 爱上了他 后来变身妹告诉了郑义哥真相 并带着他一起杀去了邪恶哥的总部 但当他们赶到时 邪恶哥已经派人抓住了眼镜叔 并且抽取他的脊髓 治愈好了自己的餐饥 原来邪恶哥是前作中的大反派 提取眼镜叔基因创造出来的 换言之 眼镜叔就是他的父亲 所以他才能用眼镜叔的脊髓 治愈自己 邪恶哥直立起来之后 吸附了一身的金属 作为铠甲 来和郑义哥等人交战 他一出手 就轻易杀死了邪恶妹 然后没费多少力气 就把郑义哥也杀死了 但出于傲慢 他没杀眼镜叔 就飞到外面 准备杀光所有的失明 这时候 眼镜叔掏出偏头研制的棱镜 用身体当作过滤器 牺牲自己 复活了郑义哥 郑义哥复活后 急忙赶到现场 和邪恶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激烈的打斗之后 郑义哥还是被打败了 不过他最后又掏出了 父亲研制的棱镜 把邪恶哥烧成了一滩碎骨 让整座城市恢复了平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付马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幻fans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